交通部普普工程计划利益是 要满足全台68处偏乡的交通需求 而在去年花莲卓西万荣是陆续的加入计划 在卓西乡有5辆车辆为卓西乡民来服务 不过都是驾驶自己的车辆 这一次终于有德发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了一台6人座的车辆给卓西乡来使用 是全台第一个普普工程企业加入共享资源的案例 交通部普普工程计划利益是满足全台68处偏乡交通需求 2019年花莲卓西万荣陆续加入计划 在卓西乡有5辆车辆为卓西乡民服务 不过都是驾驶自己的车辆 这次终于有德发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一台6人座的车辆给卓西乡来使用 是全台第一个普普工程企业加入共享资源 我请代表我们开禀村的所有的村民 向我们的先生这个团队表示谢意 还有我们的理事长也真的要跟我讲说 一些作为努力的所有的朋友们 卓西乡代表会主席金属民表示 这次真的很感动有企业来奉献 因为卓西乡有很多孩子读国高中的 都是要爸妈接送 但是家中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嬷 许多的不方便 这次步步共城来到卓西乡 大大解决这方面的交通问题 高中国小的距离是蛮远的 还有我们老人就医的问题 也是常常都需要我们的步步共车 那今天非常感谢KVN的团队 还有我们鼎汉的团队 能够帮助我们卓西乡 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卓西乡的乡民 像KVN团队 还有我们鼎汉 谢谢你们 在这里祝福我们卓西乡的小朋友 承办企业表示 步步共城在经验上已经有很大效益 这个政策既然是实验性 并且已经有看到成果 当然希望可以延续以及强化 并且进一步扩大 记者高松出乡采访报道